在一个阴暗的厨房里,年轻的厨师正趴在桌子上睡觉,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厨房与其说是厨房,其实更像是某种疯狂科学家的恐怖实验室。 就在这时,一只苍白的手出现在桌前的洞里,这只手抓住姚玲吵醒了厨师,接着扔进来一张菜单。 原来是有客人来了,客人点了一份完美的红鲦鱼料理,厨师一下子就来了精神。 对于厨师而言,这显然具有挑战,那到底什么才是完美的红鲦鱼料理呢? 厨师开始拿出纸笔计算,经过反反复复的推导过后,厨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得出了做出完美红鲦鱼料理的方法。 接着,他开始处理食材,完美的红鲦鱼料理自然是不能随便处理的,放在冰里冰镇过后,要用黄飞红打武术般的气势刮掉鱼鳞,身是一般优雅的挤上柠檬汁。 再将鱼皮刷上油,防止烧焦。 接着,用注射器将番茄汁注射入鱼身,以保色泽鲜亮,最后再抹上红酒调味。 处理完食材,厨师准备开始烤鱼。 为了达到最适合的火候,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手放在烤架上室温,撕下一块烤熟的肉尝了尝,感觉火候刚刚好,可以进行烤鱼了。 烤完鱼,厨师又开始做起了调料,用尺子精准地测量了葱的长度,摆上拼盘,淋上调料。 可在厨师端着拼盘准备送进烤箱时,却一个手滑把料理打翻了。 厨师看着被自己打翻的料理十分不甘,于是决定从头再来。 他严格地按照之前的步骤,重新制作了一份完美的红鲦鱼料理。 这次他异常小心地端着料理将它送入烤箱。 在等待的过程中,他用试管调试了料汁,在反复地尝试之后,终于确定了最终方案。 之后,他将料汁倒入锅中,用温度器严格控制油温,然后开始准备佐料。 但就在他切萝卜的时候,你一个不小心将自己的手指头切了下来。 虽然手指头掉了,但好在对料理并无大碍。 厨师痛苦地将手指头扔进了垃圾桶,继续着未完成的料理。 他将烤好的红鲦鱼从烤箱拿出来,小心翼翼地用放大镜放好佐料。 最后只要用滴管淋上调好的汁就大功告成了。 但他却在关键的时候打了一个大喷嚏,滴管也被插进了鱼盐里面。 就这样,第二道红鲦鱼也被毁了。 厨师看着被自己毁掉的菜十分悔恨, 但是他不甘就这样放弃。 于是他将自己的眼睛挖了下来,补在了红鲦鱼的眼睛那里。 可是因为视力受到了损伤,在填补的时候他不小心将眼睛掉落了。 一个慌张就按在了料理上,这道菜可算是彻底被他毁了。 厨师无奈地再次选择重新开始。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之后,一道完美的红鲦鱼料理终于完成了。 可是当厨师小心翼翼地将料理端上桌时,客人却早已死了。 客人身上布满了蜘蛛网,手里还在拿着刀叉,在等待着这份料理的出炉。 料理出来了,时刻却死了,厨师万分不甘。 他想尝一下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做出来的料理到底是什么样的。 于是,拿走客人手中的刀叉,开始品尝起来。 就在他即将吃到料理的时候,自己也弃绝身亡,短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这个短片是韩国国立艺术大学罗洪震导演的作品,获得了世纪英雄国际学生短片奖的同奖。 短片用荒诞的结局讽刺了那些完美主义者,就像人们对完美的定义一样,看起来也十分滑稽可笑。 所以完美究竟是什么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给出你的答案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见。